本节目由生鲜石材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降止读 我是科技大树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伟选VV 开年我们介绍的第一则专文 是来自于36克这个媒体 它的标题叫做每股深度的分析 苹果还有旧吗 等一下讲了好像很重的话对不对 值不值得捞底呢 开头他说这个苹果股王 在2024年开年又遭遇了三重的打击 把整个NASDAQ的指数都拖垮 那两家大投行下调苹果的评级 一个司法部大范围的反垄断诉讼 让苹果瞬间跌落神坛 他说这究竟是苹果的末日来临 还是只是暂时的一个寒冬 接着他的文章是深入挖掘 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探讨苹果是否有可能在2024年 能够大复苏 并且颇析它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跟挑战 大家都在讲新年新希望 它已经在讲2024年的复苏了 那文章它提到了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 从去年年中开始 苹果股票接连遭到降级 但是呢之前几次的降级 并没有给苹果的股价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今年的两次 显然给苹果带来了一些打击哦 上周五的盘中 突发美国即将对苹果公司提出 全面反垄断的诉讼 牢头支持苹果公司 保护iPhone主导地位的策略 消息一出 苹果的股票呢就应声下跌 那36克的编辑群们 就通过了监测美股大资料的 Stockweek.com的机构的大资金交易 发现呢 都是华尔街机构通过暗吃 也就是Darkpool 疯狂地抛售苹果 短短几分钟就抛售上千万美元哦 也导致它的股价出现了急剧的下跌 是 接下来哈 他们深入分析这样子的原因 第一个是iPhone16 不被市场看好 尽管iPhone16尚未正式得亮相 巴克莱银行却悲观地认为 iPhone15在2023年的销售状况不如预期了 而iPhone16也不太可能通过重大的性能升级 来激发消费者购机的热情 因此他们预计 2020年的销售前景是堪忧了 此外 巴克莱银行也指出 消费电子销售的低迷趋势 可能将持续较长的时间 这对苹果而言将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这也是我们过去长期在说的 我们不太看好未来消费电子销售情况 对不对 是 那他提出的第二个观察呢 是苹果的库存水准过高 那根据报道 苹果的库存水准呢 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准 这表明了苹果对iPhone15的需求预测过于乐观 导致它的库存积压 库存积压呢会对苹果的业绩产生负面的影响 主要会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利润率下降 第二个是资金的流动性受损 第三个呢是坏涨的风险增加 第三点是苹果服务的业务 逆势的增长是很好的对不对 就是后数位会有相关的东西 它的硬体业务下滑 在过去的两年中 苹果的服务业务无疑是苹果内增长 最快的业务的领域 并且成功地抵消了硬体业务方面的一些疲软 在这个第四季度 服务业务的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223亿美元 苹果更广泛的业务发展轨迹 清楚地显示 与激烈的设备市场竞争 以及总体饱和度等等挑战相比 硬体的相关的收入面临着一些困难 那对于苹果的未来风险 他也提出了三点观察 那第一个是宏观经济的风险 2023年的经济衰退担忧并没有成真 全美商界经济学家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受访者对2024年的经济衰退担忧有所缓解 只有75%的人认为概率为50%或者是更低 美联储预期2024年将会降息 这为消费电子市场的复苏提供了利好的环境 可能促成经济的软着陆 但这个预期是落空的 高度依赖消费者支出的苹果将面临更强劲的逆风 它的收入增长跟每股盈利上调的预期可能会落空 那第二点人工智慧的风险 人工智慧对于苹果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如果苹果不能正确采用人工智慧 将可能在市场上落后于更具创新跟先进性的一个产品 那第三个呢就是诉讼的风险 美国司法部对苹果的Safari浏览器 跟Google的搜寻引擎的交易 发起的调查是苹果面临的另一项长期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终止Google跟苹果的业务关系 苹果的收入可能会大幅下降 是 这边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苹果毕竟还是数位汇流非常指标性的公司 这里也是反映了我们这一两年 一直在讲了就是这几年 都是数位汇流跟数位汇流大战的一个时期 就是数位汇流就是以iPhone为主 当然主要收入还是硬件质为主 后数位汇流就讲了 它是内容跟应用服务 这是叫后数位汇流 这里面已经显然看出 它们的后数位汇流就是内容跟应用服务 增长还不错 对不对 是 问题重点是 第一个它没有办法弥补硬体的下滑 第二个 你内容跟应用服务往上 但是并没有反映在人家对你的信心 这个说明了 人家还是把你看作是一个硬件的公司 是一个数位汇流的公司 对不对 我这样子逻辑大概是这个方向 第二点想说的就是说 这个还是要怪罪于库格 因为现在你属于turbulence 这个乱流 作为一个公司的执行长 你是应该在你可预期的那种情况之下 你是可以预期到本 对不对 你最清楚你的硬件卖的好不好 你的内容跟应用服务 有没有不断来个上升 可是偏偏库格拉非常保守 它反映的非常慢 所谓的这个Vision Pro 好像是去年才提出嘛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它早应该在两三年的时候 就要提出新的方向 我会造成这种青黄不解 虽然你硬体下来 虽然你软上去互相弥平 可是人家还看不到你的未来 因为你没有提前去做 你的AR VR MR已经被人家讲了过多少年了 你也是去年才把它提出 就算你未来会很好 它有点缓不济及 你如果三年前你就提出 是不是会比较漂亮 所以你看出一个执行长的他的策略 跟他保守还是他比较敢于创新 他对一个公司影响是非常大 长期看来我是觉得有点危险 我个人认为了 这是我们长期来的论调 我觉得苹果还是有点危险 无论这些篇文章是怎么讲 我觉得它未来掉下去 蛮快的那个几率 我个人觉得是有 这是我对苹果的一个看法 因为你策略没有做对 大概是这样子 我最近在用Mac的Xcode写一些程式 然后就发现 其实有很多很经典的错误 在各式各样 不算是Github 还是哪什么网站 被非常大量的讨论 然后里面就有一群工程师 就非常可爱 他说苹果就是不愿意 修这些小巴基 还把它加个GY 听起来很可爱 所以我觉得就是 看一个大公司也是从小看大 如果说它在这么成熟的 应用软件的服务的 coding的模拟器上 都有这么多的bug 那我也会有点担心说 你今天硬体已经卖不动了 那如果你要真的往软的走 你总不能永远当房东宝 不能永远靠App Store 或者是我们Podcast的平台 收取我们的手续费而活 那未来你应该要怎么办呢 这也是我有点担心的地方 我们赶快几乎不可以要振作一点了 我们不客气的来讲 虽然它去年好像有创造 三兆美元的市值 对不对 非常可怕的 我们不客气的讲 你吃了都还是 老本 对 假如是The Lagos 人家觉得你工程 就是一个创新不断往前 我这样讲是很公平的 并不是你多么多么的优秀 而是 但是一直认为你Apple 还是那样子的东西 可是它的光环是越来越 不是这么亮 所以你赶快要改变自己 动作太不苹果 态度也太过保守 这是我们给库克的一个 我们当然就是我们自己 私下给那个 对一个建议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有点自私的角度 觉得数位会流 跟后数位会流大战 赶快落地 数位会流如果能成功 它对我们整个内容 跟应用服务行业 都是一个大好 就是因为苹果公司 这样子一个直观性公司 你这么不太注重内容跟应用服务 我想说不是你最一个平台而已的 是你自己投注在里面 所花了多少的那个行李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的话 就很难有这个部分的一些创新出来 包括我们对声音创新的 非常多的想象 都因为数位会流 跟后数位会流 一个大战 一直还没有底定 如果方向很清楚 就是走向后数位会流 我相信投资人都会 比较大举的投资这个部分 而产生非常多创新 引领了一个新的方向 对我们package公司 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它 AI也是人家担心它的地方 刚才VV讲的模拟器也是它 就是你跟那个software相关的东西 你就是herited 难怪你这个东西 明明是后数位会流上涨了 但是人家还变不看好你 因为人家还认为你就是一个 硬件 数位会流的公司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七年后 一些想法提供给大家了 那以上内容播放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科技大叔吕学文 我是跨领域 专人作家我吕学VV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